今天講了十章 還有兩章 這兩章就是傳導書的結論 前面講了很多的說話 講到有幾樣東西 都是令到我們心裏面 是覺得都是我的想法 或者是我的感受 譬如他說人生是虛空的虛空 是很無聊的 一再周而復始地反反覆覆 但是人生的生命很短暫 亦不能夠改變這些人生的循環 又講到人的智慧 雖然有很多智慧 能夠帶給我們很多的法明 或者很多的方便 但是人的智慧始終有解決不了的問題 而且越聰明智慧的人 他的煩惱也越多 還有講到死亡 死亡是沒有人可以去逃避 沒有人可以去勝過 就算是很有財富 財富也是無定的 一下子可能會失去了 因此這個作者 所以他最後要帶出一個結論 結論是什麼呢 結論就是十一章十二章 從今天開始 和下一個星期 和各位分享的傳道書 講了這麼多說話 他的結論是什麼呢 到底在這樣的虛空的人生中 我們作為神的兒女 我們做基督徒 是否能夠有所突破呢 今天跟大家講這個 第十一章 佳美的 或者叫做快樂 或者 Pleasant 的人生 其實傳道書的作者 是講前面十章 都要告訴我們 如何才能在虛空的人生中 能夠找到快樂 大家如果不認得那位女士 你會認得那位男士 那位男士是誰呢 到現在仍然是叱咤風雲的人 是很有錢的 是Donald Trump Donald Trump 一個川普 一個大亨 一個有錢人 有時候在一些選美會 就會見到她 一個房地產的大亨 那她結過多少次分呢 我都不是很清楚 這個女士 就是她 應該是第二任的太太 這個女士 為什麼會被人所認識呢 就是因為她 能夠和Donald Trump 暗中互通款曲 做了相當時間的女朋友之後 然後呢 出之 Donald Trump 就和太太離婚 就娶了她 當然 她是一個漂亮的女士 她是一個明星 是一個電視節目的主持人 當她的事業 到了地步的時候 有人去訪問她 去訪問 這一位叫Mala Maples Mala Maples 問這位Maples小姐 你是怎樣去看自己的人生的呢 因為名人總是有很多的人 對她們的私生活有興趣 Mala Maples 她就這樣說 她也是有信仰的人 她也是信聖經的 那些訪問的人就問她 你信聖經是怎樣信的呢 她說 她說我信聖經 不過呢 就這樣 But you can always take it literally and be happy 如果你活得快樂 你不能夠把聖經 當得太過認真 再說一次 她說 如果你有快樂 你就不要看聖經 看得那麼認真 你太認真 就不會快樂 你同不同意嗎 後來這個Mala Maples 嫁了給Trump 離婚 就娶了她之後 六年之後 他們又離婚了 快樂 跟聖經 是否互相抵觸 信耶穌 是否沒有快樂 要快樂 是否不可以信耶穌 今天我們來看看 傳道書 第十一章 這一章裡面 這位的傳道者 就說出 有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什麼呢 就是 人是不知道 不知道 未來會發生什麼事 明天會發生什麼事 都不知道 我在七月份 有機會 離開了美國 十二天 坐了兩天飛機 有人說一天 因為時間到轉了 去一去台灣 香港 但同時間 飛機 一架一架失事 我去香港的時候 去打風 在台灣打風 心裡面都很害怕 其實 不過不去想太多了 交代給主 你不知道 到底明天會發生什麼事 你不知道 你坐在這個飛機上面 到底是怎樣 人不知道 將來 要怎樣來 生活 是不是 我們就 所謂 繞在雙手 什麼都不做 因為我們不知道 明天會發生什麼事 第二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 就是 人 在年輕的時候 很快樂 每一次 再見 以前 少年時代的同學 朋友 你都會很感慨 為何你這麼多白頭髮 其實是別人說回你的 為何 年少的日子過得這麼快 為何你看回以前的照片 你覺得 我以前原來都挺好看的 你就不忍心對 看回今天的自己 唉 這些 過得這麼快的日子 有什麼辦法 應該怎樣去做 怎樣去面對 怎樣能夠快樂得來 這一位的傳導者 就提出給我們 有三個答案 就是當你不知道 明天發生什麼事 當你發覺日子 一天一天過去 你自己年紀越來越大的時候 他給你有三個答案 第一個答案 就是你要多方的努力 第二個答案 你要準備將來 第三個 你要認識神 從第一個開始來看一下 請看回十一章的第一節 當將你的糧食殺在水面 因為日久必能得著 什麼叫將糧食殺在水面 是不是像我們餵鴨 那些鴨鴦 將糧食丟在水面 給牠吃呢 不是這樣的意思 將你的糧食殺在水面 因為日久必能得著 你要分給七個人 或者分給八個人 因為你不知道 將來有什麼災禍 會臨到地上 以今天的說話來說 就是分散投資 所羅門王在他最富有的時候 曾經也是做船隻 在列王記上裡面 第十章講到 所羅門是派一些商船 去做生意 船上面再做很多貨物 出去或者幾多個月之後 或者幾多年之後 他們回來 就帶著很多外國的貨物回來 所以 他是一個有生意頭腦的 一位國王 將你的糧食殺在水面 就是說 從事這個韓運 或者船務的事業 而且分散去 不單止去一條韓線 是去幾個韓線 去很多不同的地方 去做生意 做買賣 他說日久 你就必能得著 過一段時間之後 你派出去做生意的船 會一隻一隻回來 然後你就有利益 你不知道什麼時候 有災禍臨到地上 所以要分散你的投資 不要把所有的雞蛋放在一隻籃裡面 否則那隻籃掉了地 就沒有雞蛋 要放在不同的地方 這個是表面的解釋 但是也有人 也可以這樣來翻譯 就是說 你要多多地去 樂善好思 多去幫助人 多結交好的朋友 到有災禍的時候 你的朋友 反過來幫你 你先幫人 將來有什麼事 人家就幫你 兩種的翻譯或者解釋 其實並不相違背 就是說 你要好好地去投資 投資你的 或者金錢 或者你的時間 或者你的友誼 你不知道 什麼時候 你 我 都需要別人的幫助 所以請人吃飯先 或者別人會請你 在創世紀 第三十二章裡面 講到雅各 雅各 當他 心裡面 成黃成孔的 從他寄居了二十年的地方 要回去 見回 當年 他所曾經出賣 曾經欺騙的哥哥 以訴 以訴的時候 他心裡面 非常之黃虹 他怎麼做呢 他就將他四位的妻子 和所有的兒女 所有的財物 那些生畜 那些生口 分成兩對 一對在前面 一對在後面 意思就是說 如果我哥哥要殺前面的我的家人 我後面還可以走 都是這樣的道理 就是說 要多方面去安排和投資 因為你不知道 未來會發生什麼事 接下來 在第三節說 雲若滿了魚 就必定會傾倒在地上 樹如果向南倒 或者向北倒 樹倒在何處 就存在何處 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 你總會有一個結果 當你不住這樣去付出的時候 總會有修成 正如天上面的雲 如果滿了雨水 滿了水分 一定會下雨 正如一棵樹被風吹 它跌倒了 它跌倒 被風吹就是會跌倒 跌倒了就會停在那裡 意思就是說 事情總會發生 當你多多付出的時候 總會有回報 雖然你不知道 我不知道 明日會發生什麼事 但是你今天的付出 將來也一定會有一個回報 然後他繼續說這件事 他說風 第四節 看風的必不殺種 望雲的必不收覺 為什麼看風的不是看風水 是看著那些風出去的人 他是不會去耕種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那些種子 一丟出去 丟出去 丟出去 落在地上面 在我的田地上面的種子 很多的美風吹走了 吹走那麼多 都不要殺種 不要做了 因為 都不是全部落在我的土地上面 這樣的人 因為想得太多 顧慮得太多 就什麼都不做 看風的必不殺種 還有什麼 就是望雲的 看看那個雲 就必不收覺 為什麼呢 因為收覺 以色列人的氣候 它收覺之前 是需要有雨水 收覺之前的雨水 讓農作物 在最後一刻獲得雨水的滋潤 最好的時候就是收覺 但是那個龍灰看一些雲 有雲還是沒有雲呢 去收覺 在想著什麼時候有雲來的時候 季節都已經過了 所以 想得太多 考慮得太多 沒有行動 這樣的人 就什麼都得不到 所以 不妨多多的付出 你不要想著我幫那個人 他會不會幫我 你想得太多的時候 你就不會去幫人 第五節 風從何度來 骨頭在懷孕婦人的胎中 如何長成 你尚且不知 不是 今天天氣預測 很進步 我們一看網絡 十天之後的天氣都看到 骨頭在懷孕婦人的胎中 如何成長 現在照什麼 掃描 都照到 那個是男生女生 都看到 知道 但是以前的人不知道 以前 當全道書寫作的時候 人不知道風在哪裡吹過來 也不知道 懷胎 甚至生男生女 都是古的 都不知道 這樣 行作萬事的神的作為 你更不得知道 神在明天會有什麼事情發生 你不知道 我不知道 第六節的結論 早晨要殺你的種 晚上也不要挾你的手 因為你不知道 不知道哪一樣法王 或是早殺的 或是晚殺的 或是兩樣都好 你的付出 有一些是有回報的 你對人好 有些人會對你好 有些人會對你好 有些人會對他好 他對你不好 他還特別對你不好 還利用你 那你到底對人好 這裏說 你早上要殺種 晚上也要殺種 因為你不知道 到底早上做的事情 有回報 或是下午做的事情 有回報 這就是信心 這就是 只問付出 去不問收獲 這樣去付出 結果 是必定會有收成的 這就是傳道者 教導我們的 面對著不可知的未來 你仍然去付出 仍然去給別人 因為日久 必定會有收成 在聖經裡面 都一再講到 在主裡面 我們行善 是不可喪志 如果我們不灰心 到了時候就會收成 詩篇一百二六篇 那裏說 流淚殺種 是會歡呼的收獲 何西亞書那裏說 你要栽種公義 你就會收獲 池愛 你要相信 我要相信 我們為主所做的 所有的事情 至少有一部分 或者我們不知道 所有我們所付出的 都會在我們有生之年 見到成效 我們相信 在主裡面的老虎 是別不屠然 世界上的商人 知道分散去投資 知道沒有出 就不會有入 我們作為神的兒女 都要這樣去殺種 然後期望神給我們收獲 在耶筆所書第五章 那裏有說 那裏說 我們要愛惜光陰 因為現今的世代是邪惡 我們要在能夠 耶穌說 趁著白日要做主的工作 到了黑夜來到 沒有人能夠做工 我們不知道聖靈的工作是怎樣 或許我們在這裡傳福音 在這裡傳道 在這裡叫人信署 很久都沒有什麼過割 但是正如何廷上個星期 跟我們說到 忽然之間 忽然之間 聖靈降臨 但是在忽然之前 他已經祈禱了十天 不是忽然的 是那個答案 好像忽然間來到 事實上你已經付出了很長時間 做了很多工作 我們不知道 所以其實 在主裏面 我們憑著信心 去做主要我們做的事 是一件很刺激的事 是一件很令人興奮的事 因為你不知道 哪一天你的答案會來到 這就是傳道者告訴你 當我們不知道明日 不知道神下一步要做什麼事的時候 仍然是要不住去奸運 去殺中 第二 要準備將來 請看 第七節 光本是皆微的 眼見日光也是可月的 光是好的不用說 大家都知道 但這裡所說的光是什麼呢 這裏所說的光 即是說日頭 其實是說一個人年輕的日子 在少年的時代 今次我回到香港 見到以前中學同學 我說 你都挺精神的 他說不是 我剛設了白內障 現在眼睛非常清楚看見 因為做白內障 順便放一個 我可能不知道 順便放一樣東西 不用戴眼鏡 目光是非常之好 年輕的日子 年輕的日子 就好像日光一樣 好像令人的心 是喜悅的日光一樣 思想在這個不好的天氣 過去之後 有一天早上 你突然看到 陽光普照的心情 第七節說 光本來是皆微的 眼見到日光 亦是令人的心歡喜 你想想 我們在座都有很年輕的人 他應該是很快樂的 你想想 年輕的時候 那些日子 是不是好像日光一樣快樂 因此要怎樣呢 第八節 人活多年 就應該快樂多年 就是說 你只要活著 你就要快快樂地活著 因為能夠活著 就已經很好了 然而 也當上到 黑暗的日子 那什麼是黑暗的日子 你說老是黑暗 不止老是死 也想到黑暗的日子 你也想到 在你年輕的時候 在享受你年輕的歲月的時候 你都要想到 黑暗的日子 你說不要想那麼多了 到時候來到才算了 他不是說 叫人去存著一個 灰暗的 或者消極的態度 去過日子 而是說 一個人 不能夠不知道 也當上到 黑暗的日子 因為 因為這日子必多 青春的日子有幾多年 十幾年 二十幾年 你說我一世都是很青春 我的心很青春 但是身體是會成熟 長大老化 那怎麼辦呢 他說因為這日子必多 不過黑暗的日子 和光明的日子相比之下 光明的日子其實很短 黑暗的日子很長 其實是說 人在這個世界上活著的日子 幾十年 一百年 一百年 一百幾十年 最長命的人 可能 到今天這個世代裡 一百幾歲的人 都不少 但是 與黑暗的日子相比 是短得可憐 他說你要想到黑暗的日子 因為這日子必多 所要來的都是虛空 那些日子是沒有意思的 因為 所羅門 在這個時候 他要告訴我們 我們不要以為自己 是可以 永遠地活在日光底下 但是 所羅門所說的 是舊約的時代 他對於永生的概念 是很模糊的 是不清楚的 而耶穌基督來到之後 福音書告訴我們 信子的人有永生 據說 我們不僅要享受神所賜的 人活多年 就當快樂多年 不僅要好好享受今生 要很快樂地過今生 而且還要為來生來做打算 那為何為來生來做打算呢 耶穌基督說的一個比喻 一個才主很富有 當他要建造第二個倉庫的時候 神就跟他說 我今夜要你的靈魂 你所有的要給誰呢 他說在世上很富足 但是在神的面前 不富足的人呢 都是這樣 最後什麼都沒有了 就進入黑暗虛空的人 但是聖經如何教導我們 在彼得前書那裡說 神是願意我們 風風富富地進入祂的角度裡 風風富富地進入祂的角度 彼得後書第一章第十一節 這樣必叫你們風風富富地 得以進入我們救主耶穌基督 永遠的國 不是黑暗 在這個地上的光明的日子 過去了之後 有更光明的日子 希伯萊書的作者告訴我們 神為我們預備一個更美的家鄉 所以不要說我年紀越來越大了 越來越黑暗了 光明的日子已經沒有了 對基督律徒來說 是光明的日子快來了 但是你有沒有預備好呢 傳道書這個作者 雖然沒有很明顯的 將這個啟示來講出來 但是他也曉得 現而也當想到黑暗的日子 如果你只是運今生今世來活著 那這個人活多年快樂多年 都是沒有多少年 但是如果我們是為永生而活著 如果我們預備去迎見我們的神 這個黑暗的日子 這個必定會多的日子 就是一個榮耀的日子 就是一個風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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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風 除了要努力去工作之外 还要去预备将来 我们是不是在预备将来 还是将我们所有的心力 只是预备在今生今世 很短暂的光明 还是神的爱子 圣经讲的光明的角度 所以要预备将来 不单是预备今生今世 要预备将来 预备自己去迎见神 预备他日在主的面前能够交代 第三,你要认识神 在十一章第九节开始讲 销炼人在你幼年的时候 你要快乐 在幼年的日子使你的心宽畅 行你的心所愿行的 看你的眼所当看 所爱看的 他要知道 为这一切的事 上帝必审问你 在这里请留意 这个上帝必审问你 不要以为到了天堂 反正我都不理那么多 上了天堂 神审问就审问 为这一切的事 上帝必审问你 是今生今世审问 因为所罗门是不知道 永生这么多事情 所罗门写这个的时候 他的意思就是 你尽管在年轻的时候 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 喜欢看什么就看什么 总之你的心宽畅就可以了 但是你要知道 神会审问你 是今生今世的审问 即是说 你年轻的时候所做的时候 你年老的时候会收成 也不是很难去接受这件事实 年轻的时候做了些什么事 年老的时候就会收成 如果你年轻的时候 做了很多好的事 在年老的时候 你要收回很多好的事 在年轻的时候 做了很多不好的事 在年老的时候 你要收回一些不好的事 如果我们看英文的圣经 有一个版本 The Living Bible The Living Bible 是这样翻译的 它就说 Remember that youth with a whole life before it can make serious mistakes The Living Bible 是这样翻译的 年轻的时候 你可能会犯一些 非常之严重的错误 以至于年老的时候 受到神的追究 到底在这里说什么呢 他说 少年人 在你幼年的时候 你儘管去快乐 你应该使你的心宽畅 你有什么心愿 你去追求你的心愿 你去看你想看的 不过 你知道 神会审问 意思就是说 你可以很快乐地度过你青春的日子 但是 你要知道 你不要愉悦神给人的界限 你不要违反圣经的吩咐 否则神会追求你 提摩太前书第六章 那里说 神是厚似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 其实人生 尤其是我们生活在这个自由的国家 是很多东西 你努力 就会有好的结果 有很多的快乐 很多的可以享受的 但是 看你眼所想看的 行你的心所愿行的 人的眼 人的心 有一个问题 就是有时候会过了 应该看应该想的事情 就是 在 针言第四章 二十三节 那里说 你要保守你的心 是胜过保守一切 就是你要保护你自己的内心 胜过保护其他的东西 因为 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 所以也不要让自己的心放任 不要让自己的心想怎样就怎样做 因为人的心 有时 不是说有时 是会越了一份 而心里想的 是会做出来 在文数记第十五章 三十九节那里说 你要纪念遵行神的一切命令 你不要随自己的心意 眼目是行邪任 所以 尽管是随着心愿去做 想看什么就看什么 但是 你都要知道 你的眼 我的眼睛 我们的心 可能 都是会得罪神 做一些得罪神的事 所以在快乐的时候 要记住 是有结果的 要记住 神是会追究的 因此 你怎样做呢 第十节 最后 所以 当从你心中 就随掉受烦 要快乐 不要烦恼 不要想太多 不要太过多受善感 随掉受烦 因为年轻的日子就是这么多 你应该好好的快乐 这个是神赐给你的青春的日子 脆掉受烦 但是呢 又要从肉体中 是黑去邪恶 又不要被自己放荡 你儘管去快乐 但你的快乐是一个有节制的快乐 你的快乐是一个合乎上帝的教训的快乐 因为一生的开端和幼年之时都是虚空的 虚空不是没有意思的 而是短暂的 人生的开始 年轻的日子 年轻的日子是很短的 暂限就不是十多岁 暂限就不是二十多岁 很短 所以 要做这两件事 就是要好好地去保守自己的心 和保守自己的身体 不要让自己的心 是所谓太多的忧虑 除去受烦 那些不必要的烦恼 不要去承受那么多的不必要的烦恼 还有 要保守自己的心 保守自己的身体 不要去放荡 免去邪恶 因为这些事 神是会审问的 主耶稣基督教导我们 不要为明天忧虑 很多很多的事要忧虑 耶稣说 不要为明天忧虑 腓立比书有教导我们 要凡事一无挂虑 要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 将你所要的同神讲 不要佩服那么多优秀 那么多重担 贴下来前说 我们要用圣洁尊贵 守住自己的身体 如果我们放荡 神必定会审问 所以做一个结论 就是说 今天要怎样能够 有一个佳美的人生呢 怎样能够享受神所赐的光明日子呢 你要多方的努力去付出 去帮助人 要在每一件事情上面 不要那么短视 而是要多方的去杀种 去投资 第二件事呢 就是你不单止要享受今天 你还要想到将来 想到永恒 想到永生 第三件事呢 你要认识神 不要任由自己的心 和身体去放任 在罗马书十四章十七节那里说 因为神的国 是不在乎吃喝 只是在乎公义和平 和在圣灵里面的喜乐 我们作为基督徒 不是只是说 吃了什么贵重的东西 了不起的东西 去了哪里玩 有什么享受 如果我们的言谈里面主有那些呢 或者我们是偏差了 或者我们只是知道眼前 传道书就是提醒我们 不要只是看眼前 神的国 是在乎公义和平 和圣灵里面的喜乐 我们中国人有一位 有名的基督徒 叫蔡苏娟 Christiana Tsai 所谓暗室之后 她有个名叫暗室之后 就是一个很黑暗的房间里面的皇后 她是在很久以前的中国 是信主的一位有名的信徒 出身是一个非常富有的中国家庭 家里面是拜佛 后来她的父母亲就送她去一间 基督教的宣教士所开办的中学那里读书 她临去的时候 父亲吩咐她 你千万不要吃掉 吃就是吃下去 就是接受基督教 千万不要吃掉 但结果她就是做了基督徒 成为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 这些事情都是记载在 Queen of the Dark Chamber 暗室之后 这本她自己的自尊 或者见证里面 里面又讲到真正的快乐 当蔡苏娟她信了主之后 家人当然很反对她 在以往的中国的传统家庭 非常反对她 他们将她的圣经 撕腊来扔她 当面扔在她的面上 这样逼迫她 反对她信主 后来她有一位八弟 第八的弟弟 问她 她说 姐姐 为什么这样 为什么你做基督徒 你会成为一个基督徒 我们无论如何逼迫你 似乎你都是很快乐的 你不如跟我解释 为什么会这样 蔡苏娟就跟她解释 她就开始带领她的家人来信主 因为她有一种的喜乐 这种喜乐 和世界上的喜乐是不同的 为什么蔡苏娟会信主 因为她学校里面那位的校长 就是Mary Lehmann 李曼女士 是一位虔誠的信徒 在1944年 日本人占领中国的时候 李曼这位宣教士 和很多人一样 是被关注集中营 在集中营 当然她又老又有病 但是当蔡苏娟和她 有机会见面的时候 蔡苏娟对她的描写 就是这样 Not to cry, not to faint Just a smile and a prayer 就是不要哭 不要灰心 你只要带着微笑 你只要祈祷就可以了 当然李曼女士 是极深地影响了蔡苏娟 这种佳美的人生 这种快乐 不是世界上的物质 带给她们 在物质上面 在身体的情况里面 她们是极其痛苦的 但是她们很快乐 以至于很多人 因为李曼女士 和这位蔡苏娟的见证 很多很多中国的同胞 都信了主 因为一个人 怎能够在这种痛苦的环境下 仍然是有喜乐呢 因为她这种喜乐 是上帝赐给她们的喜乐 是在圣灵里面的喜乐 我们要有一个佳美的人生 有一个光明的人生 在不可知的未来面前 在短暂的青春的岁月 已经过去的时候 怎样能够继续活得快乐 传道者告诉我们 我们要有一个敬畏神的心 有一个去继续付出 继续努力 不单是享受今生 而且为来生来做投资 做打算的 这样的心情就能够 好似他们那样 效化他们那样 有一个佳美的人生 我们一起来祈祷 持有的天父 我们满心多谢你 赞美你 除了说 我们各人在物质上 在世上各样的工作 学业事业上 都有不同的处境 但是主耶稣基督 你告诉我们 你这个国 不在乎吃喝 是在乎在圣灵里面的喜乐 主我祈求你 将圣灵的果子 就是喜乐 能够赐给我们每一个人 最后 叫我们有信心仰望你 叫我们有信心不住去杀种 因为日久 种有收成 你都吩咐我们行善 不要丧志 若不灰心 到了时候 到了主 你所定的日子 就有收成 求你将赐位赐给我们 叫我们知道 如何照着神力的旨意 来活着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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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